市議定檢署在先前是 偵破了竊電挖礦案 行政執行署是零分署 是在下午法拍了犯罪所得的虛擬貨幣 包含了泰達幣七千多枚 以及以太幣零點三三枚 因為是臺灣第一次法拍虛擬貨幣 所以行政執行官還特別請到建架公司 來鑑定虛擬貨幣的價格 兩百八十萬可以得標嗎 可以 大家可能聽過行政執行署 法拍汽車或房子 不過您一定沒聽過法拍 在虛擬貨幣以及挖礦機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市零分署五號下午 有許多民眾都是為此而來 拍賣開始前 民眾特別查看 挖礦機的硬體設備 希望能用好價錢買回家 我比較沒關係 因為我是自己經營 我並不是要轉手 但是如果再轉手的話 可能在這個市場價值 應該沒有人要收 檢察官表示這次法拍的 四十四臺挖礦機 是一起竊電挖礦案件的犯罪所得 拍賣所得將收歸國有 以礦機這一塊是犯罪工具 我們就會把它沒收掉 拍賣掉以後錢進國庫 沒有給被害人 但至於像虛擬貨幣的 這個部分 他是犯罪所得 所以沒收掉之後 這個錢是會還給被害人 也就是台電公司 能夠補償他們 因為被告切電行為而受的損失 另外這次也將犯罪所得的 虛擬貨幣法拍 包括泰達幣七千多枚 以及以太幣 理念三三枚 由於這是史上第一次 行政執行署特別請建價公司 評估市場價值 制定拍賣底價 由於數位犯罪日趨增加 檢方與行政執行署 也希望透過這次的先例 建立對數位犯罪工具 以及犯罪所得虛擬貨幣的法胎機制 跟上時代進步的腳步 記者 張雄 陳立峰 台北報導 稱就可以描繪 革 Cocors 第四自項 羽� Quite 很 monkeys 冷靜 寬 超 グっ 情